兩次來到現在的狀況 市長跟家長聯絡過 家長怎麼說 其實今天一早 我在開會的時候 平常最難過的消息 就是我們小弟弟 離開的人事 在我們半夜的時候走了 非常地難過 空腹死 雖然 我們盡了全力 貿易醫院 來大醫院的 所有的小兒子 重症科的專家 在第一個時間 我跟宿武團隊和會神經團辦 極力的搶救 小弟弟的生活 過程當中 再怎麼盡力 沒有管給小弟弟的生活 我們深感之間 我們希望小弟弟有共同 這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從第一個時間 所以我們不算有不安排 市長 也跟家長 也有視線 也希望能夠全力的 感救這條小生 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知道 小弟弟的爸爸媽媽 他們的心情 非常的愛 我完全可以了解 我完全可以了解 我們都是因為人家的保護 所以為了這個事情 中央的 環境 環境 變成防治相關的規範 在這麼多的限制底下 我們 要快速的挑戰 所以中央 在明天 要召開 整個 合科專家的會議 針對 小兒的 就醫職業 要重新的做好 一定的方向